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阿三三课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二课,比多少? 那小朋友们,在学习新课之前,老师想问一下,你们喜欢小动物吗? 我也很喜欢小动物,在一条婉约的小河边,来了一群小动物,我们一起来看看。 哦,原来呀,是小猪正在帮小兔盖房子呢,他们有的扛着木头,小兔们呀,就搬着砖头,忙得可欢了。 连河里的小鱼,都忍不住想要来瞧瞧这热闹的场面呢,看它跳出水面,瞪大眼睛,想要瞧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他们在盖房子呢,热情的小兔给这群帮忙的伙伴们,准备了丰富的水果,摆在他们的房门前。 那小朋友,仔细观察一下这幅图,从图中你可以获得哪些信息,我们一一把它找出来吧。 在图中我们发现了,有小猪,有小兔,他们在搬着砖头和木头。 那在这里还有小鱼儿,在水里瞧着,还有他们的房前,有一大盆水果,是在休息的时候可以吃的。 那小朋友们,他们可是非常的热心啊,帮着小兔子们在盖房子。 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当中,我们也要学习他们这种热情,这种热于助人呢?精神。 那我们再来回到这个图上,在图中,我们找一找,这里有几只小兔,哪只小兔搬哪几块砖头呢?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第一只小兔,我把它圈起来。 在他的前面还有两只哦。 小朋友可不要发现了,在这儿还有一只小兔。 从图中,我们发现了,有四只小兔,每只小兔搬哪一块砖头。 那我们把它们都请出来,放到旁边吧。 注意观看,也请小朋友注意一点,是每只小兔搬一块砖头。 那我们可以从这图中看到,一只小兔对应一块砖头。 用这种一一对应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没有多余的。 那我们就可以说呀,小兔的支数和砖头的块数同样多。 我们一起把这句话来说一说。 小兔的支数。 小兔的支数和砖头的块数同样多。 记住,同样多。 那说到这儿,有哪个可以用同样多来说一句话呢? 六老师给你们提供了一幅图,可以看图来说一说。 好,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用的也是一一对应的方法。 这里有一颗五角星对应一个笑脸。 一颗五角星对应一个笑脸。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多余的五角星,也没有多余的笑脸。 那我们现在可以很肯定的说,并且大声的把它说出来。 五角星的个数和笑脸的个数同样多。 好了,我们刚刚已经学会了,用一个对一个的方法来说一句话。 那我们从图中还可以来比比谁呢? 从图中我们看到了有小猪和木头。 我们把它们都请出来。 注意看老师是用什么方法把它们请出来的。 用的是刚刚我们的一一对应的方法。 这里有一、二、三、三、三头小猪。 这里有一、二、三、四、四根木头。 一头小猪对应一根木头。 我们发现了,这里多出来了一根木头。 那这时候来比比谁多? 谁少呢? 是的,肯定的说, 小猪的头数比木头的根数要少。 注意了。 那,我要说木头呢? 那我们可以说木头的根数要比小猪的头数要多。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原来这个多出来的可以有利于我们进行这一轮的比较。 那我们仔细来看看。 小猪的头猪的根数比小猪的根数比小猪的头数要多。 那,我们能不能用谁比谁多? 谁比谁少。 这样的句子来说一句话呢? 我请了西红柿宝宝和草莓宝宝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仔细观察。 这里一个西红柿对应一个草莓。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多出来了三个西红柿。 那,我要比较它们两个小猪的根数比小猪的根数比草莓的根数要多。 那,可以用我们刚刚学过的一句话来说。 西红柿的根数比草莓的根数要多。 那,我要看草莓比西红柿呢? 我们来看看草莓的根数比西红柿的根数要少。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知识。 好,比较了这么多,我们再回到刚刚的图中。 在这个图中,我们还可以比什么呢? 刚刚说到了,这里有两条小鱼。 在它的房子前面,还有很多的水果。 我们可以比较多,我们可以比一比小鱼和红萝卜的根数。 那,我们可以用它来说一句话。 小鱼的知数比红萝卜的根数要少。 红萝卜的根数比小鱼的知数要多。 那,除了它们,我们还可以再找。 我们就比这两种水果。 一个是苹果,一个是红萝卜。 苹果有三个,红萝卜有四个。 那,苹果的个数比红萝卜的个数要少。 红萝卜的个数比苹果的个数要多。 小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比较了小动物们盖房子这个故事中物体的数量。 那,现在有些小朋友啊,他们正在进行比一比的活动呢。 我们就用刚刚学过的知识跟他们一起来进行这个活动吧。 首先是两个小朋友正在进行比较。 我们来看到这个小男孩,他摆的是铅笔和橡皮。 那,我们可以看到,用一支铅笔对应一个橡皮。 这样,一一对应的方法。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没有多余的,那我们就可以说,铅笔的枝数和橡皮的块数同样多。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女孩摆的。 它分别用了,它分别用了离子和苹果。 我们也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来进行比较。 一个离子对应一个苹果。 从这儿,我们也可以发现,离子的个数和苹果的个数正好一一对应。 那,我们可以用同样多来说一句话。 离子的个数和苹果的个数同样多。 我们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两个小朋友可开心呢。 他们呀,正忙着感谢我们呢。 我们接着往下走,去看看这群小朋友,他们的活动。 它们比的分别是三角形和圆,这边比的是花。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一组的小朋友。 看清楚,这里有四个圆,有一,二,三,四,五,有五个小三角形。 我们用一一对应的方法。 你们发现没有,有一个小三角形多出来了。 那,从这儿我们可以发现,三角形要多一些,而圆要少一些。 那,同样可以用我们学过的知识来说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说吧。 三角形的个数比圆的个数多。 那,圆的个数要比三角形的个数少。 看来,小朋友们,学的可真好。 这边,我们稍微快一点,我们来比比。 这个小女孩,她摆的花多一些,还是这个小男孩摆的花多一些呢? 小女孩摆了一,二,三,三,三多小红花。 小男孩摆了一,二,三,四。 那,谁摆的多一些呢? 仔细来看看,用一一对应,一个看一个。 我们发现,小男孩摆的小红花要多出来一个。 那,我们就说,小男孩摆的小红花要多一些。 那,小女孩摆的就少一些了。 看来,你可要加油啊。 那,我们一起用谁比谁多,谁比谁少,来说一说她们摆的这些物品吧。 小女孩摆的花的个数比小男孩摆的花的个数比小男孩摆的花的个数要多。 刚刚这节课啊,我们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同时也学习了一些新的内容。 知道比多少,可以用同样多。 谁比谁多,谁比谁少。 这样的词语来造一个句子。 那,小朋友以后要记住,说句子的时候,请你把话说完整。 好了,这节课我们就要上到这了。 希望小朋友们不要忘记在下课后,去学习乐园练习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